谁让我们那会儿一块儿玩的时候 他说他不要孩子 你知道吗 刘大老师 我跟你说小孩啊 最痛苦的是十年后 你现在的 对对对 十年后等你要年纪六十 或者已经六十的时候 这孩子 还在青春期是吧 你就折腾吧 我听说了 你这个基本上是可以 更年期和青春期一块儿 但是不过我听他说的那个 感觉孩子教育的挺好的 他只要陪伴就问他 现在关着孩子 现在还好吧 金老师怎么样 没折腾你吧 也折腾 小孩现在孩子都聪明 因为不像过去 有时候你用那种粗暴的方式 现在又不行 对吧 所以有时候要跟他讲道理 要给他做工作 他得从头到尾 他自己找吧 最后你想想你生完气 就是说自己就没人理你 你自己也能消去一个过程 他自己过来以后消完气了 杀得好了 爸爸 我拥抱你一下吧 哎呦 那情伤很高啊 刚说完了以后 继续干他的事 刚说完 你怎么你刚答应爸爸了 你要你要改掉坏毛病 把好习惯留下来 自己说的很好 你刚说完还这样吗 现在很多人都在过上衣吃饭 哎 别着急 还在后边呢 过来人都是这么跟你说的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他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他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代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